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在今天登场 一大早就吸引了超过200人抢台 旅游热潮是明显的回温 其中有不少人都是抢先来看国外的旅游行程 因为看准了业者推出早鸟促销 部分套装行程的价格甚至是接近疫情之前了 像是韩国自由行五天最低不到2万块钱 另外国旅补助今天也正式上路 有不少的旅行社加码补助 让民众出游省更多 台北夏季旅展限量150份红包 现场至少超过200人抢牌 巢迷一度混乱 民众不只为了要抽免费餐券 15号顾虑补助开跑 再加上有业者推国外旅游早鸟促销 民众抢着来捡便宜 都是出国玩 7200 看我们的一些行程可以参加 主要是以国外为主 国外旅游商机似乎有回流的迹象 旅行社超前部署 预线包机与饭店签约强客 早纽价硬是把价格押回接近疫情前 以韩国首尔自由行来看 易飞网推出五天每人只要一万八千五百元 第二人再优惠一千元 熊市推五天每人只要两万两千四百九十九元 多送首尔一日游 而山富旅游五天每人两万五千九百元 搭配五天的网路分享器 不过解封其成收不准 退改机制旅行社也做出弹性调整 全体采取只是询问跟把他的意愿留下 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定金收取 那自由行的部分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配合航空公司跟旅行社的 那个法规的条例来做我们的后续的处理 至于国旅自由行补助 旅行社再加码 除了原有的政府补助每人一千三百元以外 易飞网推出如果有第二人同行 透过旅行社订房消费再补助六百六十六元 熊市也同样加码订房满两千五百元 再补助两百八十八元 想要优惠用好用吗 还有一点要注意 国旅的补助有它一定的限制 那如果在团体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都是适度的把一些补助 回馈给我们的旅客 我们就是以原价概括承受 旅行优惠言花缭乱 各项限制和退改机制 还是记得要问清楚在下售 旅行社计划报道 昨天有一名确诊死亡案例 是年仅四十多岁的女性 她的死因是心肺衰竭跟新冠肺炎确诊 不过仔细看她并没有慢性病时 还打过了三剂疫苗 怎么会在睡梦中猝死呢 感染科医师黄立民分析了 会在睡梦中猝死 可能是有两个原因 有可能是病毒攻击了心脏 造成心率不整 也有可能是攻击了脑部血管 造成脑中风 如果脑干出血的话 就很容易猝死 而且这个案例 虽然是打过三剂疫苗 不过医师也指出 并不是最强组合 而且最后一剂的接种时间 距离现在大约隔了五个月 这保护力也可能正在下降 14号指挥中心公布的 新增死亡个案中 其中有一名四十多岁女性 没有慢性病史 接种过三剂疫苗 却在睡梦中昏迷 送医后抢救无效 当时也验出确诊 CT值21.4 死因是心肺衰竭和新冠确诊 震引发外界关注 为何正值中壮年 没有慢性病 还完整接种过疫苗 怎么会发生猝死的状况 对于这样的案例 感染科医师黄立民指出 新冠病毒不只会攻击呼吸道 也会攻击其他部位 造成猝死 看起来没什么症状的猝死 第一个可能性是这个 因为病毒感染 可能影响到心脏 造成心脏的发炎 医师分析会在睡梦中猝死 可能是病毒攻击心脏 造成心律不整 也可能是病毒攻击脑部血管 造成脑中风 如果脑干出血 就非常容易猝死 另外医师也提醒 因为病毒攻击 而引发的心肌炎 肺炮发炎 肺栓塞 呼吸窘迫症候群和脑炎 也可能对生命造成危害 至于这名个案 打过三剂疫苗 还是发生猝死 难道疫苗的保护力不够吗 医师强调 由于个案接种的组合 两剂AZ加上莫德纳 并非最强组合 而且最后一剂的接种时间 至今大约隔了五个月 保护力正在逐渐下降中 新冠打疫苗 不能百分百保证 不会感染或死亡 但医师还是认为 可以降低染疫后重症 和死亡的几率 记者组合报道 台湾本土疫情趋缓了 不过每一天 确诊数还是卡在两三万例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 黄丽明就分析 除了人流回生之外 还可能是BA.5编译株 已经在社区中 悄悄流行开来 根据Google人流指数的 数据显示了 我国近期的人流 是明显回升 有医生就担忧 这等于是给了BA.4 BA.5编译株 一个不错的传播机会 全台各地 适逢暑假 人潮出笼 逛街看电影 看球赛 踏青度假的人 统统变多 根据Google人流指数 数据显示 在跟没有疫情的时期相比 去年六月 全国疫情警戒 来到C3及时 零售还有餐厅内容的人流 下降超过50% 今年5月 Omicron疫情爆发时 人流也减少近四成 如今则是缓缓爬升 回到3月下旬 就快要爆发 BA.2疫情的水平 一是省政能担忧 以这样的人流 将会给BA.4 BA.5编译株 一个不错的传播机会 要特别小心 过去所流行的这些 变异株来讲 这些人他们感染的比例 相对比较低 而目前的本土疫情 感染科权威 黄高斌医师分析 只要单日确诊数 降到低于人口的 百分之零点一 就代表疫情风险 大幅降低 以台湾来说 就是两万三千例 林口长庚医院副院长 丑正循则评估 七八月底 我国就会有机会 降到单日一万例 或是更低 不过台大儿童医院院 院长黄立民 则是不看好 认为我国单日确诊数 会一直卡在两三万例 有可能是因为 B1.5病毒 已经在社区流行 目前的占比 可能还不是很高 八月中以后 到九月之间 看起来 疫情反转 就是一个可能性 就开始变大 前途防疫措施 还不能太快 全面松绑 以防疫情随时反扑 记住听你们办 台湾报道 慢跑越来越受 国人的欢迎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 担心说跑久了 会对膝盖造成负担 有附健科医师 现在打破大家的名思了 指出说 适当的跑步 不会伤膝盖 反而还有助于保养 减少膝盖 退化开刀的几率 反而是久坐 没有运动习惯的人 偶尔跑步时 膝盖会感觉到疼痛 主要就是因为肌耐力的下滑 或是跟膝盖 退化有关 路跑正好成了国民运动 但还是有不少人 很抗拒跑步 就怕跑起来膝盖会承受不了 跑步因为年纪大了 还是尽量就是用走路的 慢慢跑就好 而且这种跑道有弹性 那我们球学也有买比较好的 这种很重要 对这个膝盖有保护作用 跑步因为它的角度 其实不是那么大 所以对于膝盖负荷本身 其实是还好 肌肉其实越用 其实会慢慢的越来越进步 但是你不用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肌肉流失跟 肌肉力量的衰退会很快 复健科医师打破名思 强调适量的跑步 不但不会伤膝盖 还有保养膝盖的效果 有些人跑步时 膝盖之所以会痛 主要是因为太久没运动 肌耐力下滑造成的 另外复健科医师 引用研究分析资料指出 非竞赛型的慢跑运动者 膝盖退化的比率 比久坐族群还少 不过医师也强调 要维持运动习惯 也要看每个人的身体条件 如果BMI值超标 或是较高年龄的年长者 都不建议快走或慢跑 可以选择到游泳池里走路 其他像是中年或青壮年族群 就可以维持快走或是慢跑习惯 身体过重的话 我们其实不太建议 直接从跑步开始 就是会建议 例如说先从游泳池里面走路 水就会有阻力 帮助你做一个 很像我们平常在做重力训练 医师要大家能动起来就别久坐 别再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 借台北综合报道 沿途文卡 封面 适量 冷写 的 游泳池里面 10月 较 垂 丝 甲 4 2 3 4 4 4 UC